好,麻煩王小姐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当初我们三十位志工在这边驻立扎营将近一两个月 所使用的那个浴所谓我们讲的浴室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们都在这边洗澡 他们将近三十天都在这边淋浴 我觉得这个建筑其实真的还蛮值得大家回味的 其实我们应该是看不到这种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跟大家介绍 那这个我看到旁边有一棵千牛花 这是千牛花吗,这是什么花 那它是真正的一棵树吗 它是长出来,自己长出来 自己长出来的,这么短的时间就长出了 而且长得这么茂盛 实在是非常的匪夷所思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这一台机器就是洋帝 是,就是洋帝 对,我们这台机器就是所谓现在的那个 现在还蛮夯的厨宇 厨宇其实把它丢进去这一个机器 它只要不要纤维性的那个厨宇啊 都可以丢进去这一台机器 那这台机器很神奇喔 它经过,经过一段时间的 在里面那个机器的一些运作之后 它出来的东西啊 它可以把它就是丢到我们的土 去把它洋土 因为现在的土啊 都已经剪,就是太简化了 那我其实我们可以去 它又称为就是可以让土肥沃的肥沃剂啊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人家说有时候土,土应该要把它就是把它用就是养 营养 就是培养它的土 我是觉得用这个还蛮适合 而且像这种东西 厨宇之前本来都是垃圾 都是人家不要的东西 那今天如果其实可以用这台机器 然后把它变成是大家觉得可以用的东西 那我是觉得不错 其实它又可以称为是培养土的那个培养肌 那可以让土肥沃 那所谓土肥沃就可以养出更好的植物 那请问这一台机器是台湾自己制作的呢 还是国外进口的呢 国外进口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在推广这部分 推广这部分的意思是 就是说推广,跟大家推广说 土肥沃的重要性这样子 未来这台机器可能会去一些学校 一些学校就是在说 其实那种厨宇之类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是肥料 它就是肥料 对,它可以养地用 那这个东西 那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长三次皮 是 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推出来它就是像这样子 那这个是养地用的 它可以让土肥沃 就是把它的 它之前现在简化的情形把它给降低这样子 可以让土有酸性比较重 就是可以 酸碱的,碱化了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土现在 可能是化学肥料用多了 所以 所以它土都整个简化 那所谓简化你要 你要种出多肥 多肥美 就是多好吃的植物是有限 那可能如果我们为了让植物 比较美味的话 其实可以让土它把它就是酸 把它酸化这样子 那个土洋起来 植物才会 才会那个好吃 才会甜美 那这样的机器 如果要 要推广的话 它 要非常多的这个机器 有没有可能就是 我们台湾 一些人可以 考虑自己制造呢 因为像他们刚刚介绍的那个说是他们自己的机器 对对对 对对对 因为这部分我们可能还要再跟那个厨余协会那边询问看看 对后续后续整个推广的过程 我们还是会密切的跟他们联系 对至于说我们后续有没有这个能力制作这台机器 可能还是未知数 可能未来是可行的 好 知道是哪一国的机器吗 这个可能 对 不知道 对 好的 谢谢 不会不会 那就是这个整个部分就介绍到这里为止了吗 对对对 好 谢谢你 这是我们的整个盘管的那个 谢谢王小姐 你这么好 这么精彩的介绍 不会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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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